哈喽大家好,欢迎收看八分电影 今天给大家介绍一部韩国电影《网》 讲述了一个小小渔民误入南朝鲜后又回到北朝鲜 在两国都不断被调查审问的故事 影片通过这个故事揭露了南北朝鲜之间深深的矛盾 影片开始 凌晨,一个男人到了边防县 被驻守军人查验证件 原来这个男人是渔民,名叫哲语 他要出海捕鱼 而这里刚好是南北朝鲜的国界线 哲语处于北朝鲜 哲语出海捕鱼时,渔船出了故障 船随着水流飘过了国界线到了南韩 在南韩海边,他被抓了 接着被送到了安全局 上级怀疑他是间谍 证件也被没收,并且还被监视了 哲语在安全局讲明自己飘过南海的原因 但调查员不信,怀疑他当过兵 并要求他把从出生到现在的事情全部写下来 接下来每天都是不断的审问 调查员逼迫他承认自己间谍的身份 但是哲语思念家人一直想要回去 和调查员经常出现纠纷 每次都是一个名叫真友的出来劝阻 并且保护哲语的权益 过了几天换了一个女调查员来审问哲语 目的是要让他归顺,脱离北朝鲜 但哲语不愿放弃家人,拒绝了 安全局为了使哲语归顺 社局把他放出去,见识一下这个国家 哲语被独自丢在大街上 看着周围的一切,他茫然失措 当哲语回到安全局 调查员还是对哲语进行了殴打拷问 并写了认罪书,要他盖手艺 骗他,照做的话就送他回去 哲语只能照做 没想到反而被剥夺了自由 真友为了帮哲语 一直哀求男调查员 上级和哲语说 如果想要脱罪,必须归损 无奈,哲语在关押室里咬蛇自杀 但被真友及时发现一切逃过一劫 哲语在街头活动的视频 被传到了网上后,北朝鲜哲语的家人 在网上做出了反驳 政府要求将哲语送回来 最终迫于舆论的压力,哲语被放了回去 哲语回到北朝鲜后,没有回家 而是直接被带去了保卫部 哲语没想到的是 等待他的又是一连串的审问 警员让他把在那边发生的事情 全部写下来 他们怀疑哲语已经被对方规划为间谍了 被审问时,警员在哲语的船里 搜到了一只玩具熊 那是真友让他带给自己女儿的 可是保卫部因为这个 认为他已经投靠了南朝鲜并打了他 最终保卫部的人找不到什么实际性的证据 能够证明哲语已经投靠南朝鲜 不得已将他放了回家 哲语回家后问妻子有没有被保安部调查 妻子骗他说没有 但在晚上睡觉的时候 哲语看到了妻子身上的伤痕 哲语默默流泪 他的委屈却不知道找谁诉说 第二天哲语准备出去捕鱼 但助手军人警告他不能出去 因为他的捕鱼证已经被取消了 现在是重点监视对象 哲语没有听从他们的警告 强行开船出海 最终被开枪射杀了 影片到此结束了 这部电影带有浓重的政治色彩 他从一个小小的渔民的视觉出发 揭露了朝鲜半岛割裂后两国的政治斗争 不过无论如何斗争 受到伤害的都不应该是无辜的国民 这绝对是一部野人深思的电影 好了我们今天就说到这里 我们下期不见不散 1个人 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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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选择